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的中国观察 也邀请到我们的这一个 中国大陆中心的主任 庄志伟来到现场 跟我们分析 志伟哥好 杨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我们志伟哥 我们在这个讨论之前 我们要先带大家来关心 这个其实最近诈骗的状况 是非常多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台北 在台北有一名退休的妇人 她被自称是陈警官 来家赖好友 而且还通知她说 你的账户被盗了 还附上这个假的传票 想要取信于她 要求她汇30万元的保证机 否则会有相关的刑责 也让妇人赶快报警 这个假的啊 这个一看就假的啊 没有根本传票 不会长这样子啊 远警货报疑似诈骗案 来到银行 被害人被要求汇款 而对方竟然自称 自己也是警察 打给他陈警官 喂 陈警官吗 喂 陈警官是吗 挂我电话了 你看不敢讲话了 你看换一个人 凶一点跟他讲 我是陈警官 我打去问陈警官是吗 马上挂我电话 这假的啦 好不 这名退休的78岁 黄姓妇人说自己被名 自称是陈警官加LINE 通知账户被盗 甚至付上传票 要她赶快汇款 30万元保证金 否则会有刑责 吓得她赶快跑去银行确认 幸好行员及时阻止 假捡警诈骗案层出不穷 这回诈骗集团 竟然真的拿远警的照片当投贴 企图混淆民众视听 有别以往假冒捡警的LINE 几乎不会有投贴 仔细看这张照片 远警制服 袖子上有白色弊章 疑似冒用捷运警察队 警方不排除可能真的有此人 不然就是上网道徒 不止远警 诈骗集团还会盗用 理财专家的照片 骗投资客 甚至放内政部165 反诈骗的logo 以假乱真 提醒民众先报案求证 别因为一时紧张 让存款落入歹徒手中 TB的新闻张家宝 黄静芬台北报道 好现在在网路的时代 其实诈骗几乎可以说是不分国界 那我们接下来就带大家来看到 最近印尼的警方 就公布他们已经拘捕了88名的大陆人 认为他们是涉嫌来经营 网路上的一个情缘诈骗 就是说 透过视讯来让对方有产生这种恋爱的感觉 然后进一步跟他们视讯 还暴露对方的个资 或者是一些比较私密的身体的地方 然后就拿这个来威胁对方说 如果你不汇钱给我我就会把这个影片公布在网路上面 他们就发现说目前大概有88名 其中还是以男性最多 而且呢很多其实是公务人员 那么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呢 这个缅甸跟柬埔寨其实算是这个比较大 比较多这个诈骗的国家啦 包含像是缅甸呢有12万人 柬埔寨有10万人哦 主要都是以这个网路赌场或者是虚拟货币的诈骗为主 那我们想要请教志伟哥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说有88名中国大陆人被逮捕 那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大陆人呢 他们会被骗到缅甸去做诈骗呢 对其实说骗好像他们都是被害人 但是最近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数据出来 其实他们当中的95%都是自己心甘情愿去的 那当然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有统计说 现在大部分会去那边做电信诈骗的 都是一个就是有些是通气犯 有些是失业或者是学生 他们就希望能够快速的致富 所以一开始他们在大陆国内的时候都会被说 那你到明天去可能是当翻译 或者是当帮他们写城市等等的 那等到他被骗到带到缅甸去以后才看他说 这个他本来说薪水很好的翻译 但去了以后再看他说 其实你再去做什么的话你薪水会更好 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就从缅甸 可能到从他的首都就骗到缅北去 那这种是一种模式 到那边的时候就被控制住 开始要求你写这个诈骗的软体 或者是叫你打电话去诈骗 不然就是一顿打 那很奇怪我们也会觉得说 我们不是一直以来两年三年了都在说破嘴 说这个有多可怕 为什么还是会有人去呢 也有大陆的媒体发现说 其实他们有很多人去的时候 他们也知道在那边的基层的这些诈骗人员 他们是很可怜会被打的 可是他们觉得自己应该会去当干部 可能不会只是被欺负的那些人 等到他们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韭菜不是镰刀 所以就本来觉得是一个有机会当主管的一个小梦 结果没想到最后可能是韭菜 对 尤其他们很多人就是 也有一些是从边境其实偷渡过去的 并不是买机票 因为中国大陆跟缅甸是有 云南那边是有陆路相连的 他就是用偷渡过去以后再把你往明天北送 是的确我们其实包含上次在台湾也听到很多 就像志伟哥刚刚讲其实是自愿去 他明明知道那边是诈骗集团 像我们很多机场不是也都会宣传说 这个有很多诈骗的打工机会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去 其实都是有一些理由的 那其实像是缅甸大家很知名知道说 KK园区其实还有很多的诈骗的集团的 这个营地都在那边 所以想要请教志伟哥 为什么缅甸会沦为这个诈骗集团聚集的地方呢 其实如果说讲缅北 好像大家会觉得比较奇怪 但是如果我们讲金三角的话 可能有一点年纪的人就会突然很有感觉 就好像过去那一个毒品的大本营 那其实他一直都以来都是这样子 他是历史是延续下来的 就是他原本在缅北这边 他就一直都是缅甸的中央政府管辖不到的地方 是军阀割据的地方 那从一开始军阀的生财的管道是毒品 但是到1990年2000年之后 因为新兴毒品的兴起 所以他那边的毒品就没有那么受欢迎了 后来他没有做一阵子的赌博行业 也没有那么好 但是后来到后来就变成是发展成诈骗行业 根据了解现在在缅北当地 军阀的包庇之下 光是整个缅北地区大概有一千多个园区 所以一千多个园区里面可能每一个都是几十个一百人 所以也就形成刚刚你所说的 有12万人在那边从事诈骗的行业 那里面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华人 甚至是中国人居多 因为他们其实整个诈骗的最大的市场 还是在中国大陆 所以都是中国人骗中国人 在那边是最大众的情况 因为像刚刚其实有看到说好像公务人员比较多是不是 其实就是看谁比较好骗就会去骗谁 那当然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包括公务人员包括家庭主妇 其实他们的诈骗的手法也是不断的推陈出新的 包括有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 也会吓一跳 比如说最新的诈骗手法告诉我说 你的那个车子的牌照税燃料税过期 类似这样的一个诈骗 可能一个不小心 或是踩中你心里最软的那块 你就很容易被骗走了 是 没错的确 现在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诈骗 它不分国籍 而且手法是一直不断的在更新的 所以也提醒大家要特别小心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志伟哥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分析 谢谢志伟哥 好那么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 现在呢我们讲到说诈骗 但其实呢网银每天大家日常都要用 其实它也有非常多的漏洞 而且甚至会成为诈骗集团团快速洗钱的 诈骗集团呢像是他们就会随便打电话来给民众 而且甚至是假冒客服来骗取相关的账号 然后他也会说 用一些话数说 你可能急欠了一些健保费或是什么等等的 那么检警呢要来调查你的户头 所以呢现在你的存款要赶快转到特定的账户 才可以保存你自己的存款 那么结果没想到甚至诈骗集团 还跟银行的行员来串谋 因为我们知道说一般的网银 其实呢每天有固定的转账的金额还有上限 但是他们跟行员来串通之后呢 每天可以转账的上限额度就可以调高 他们就可以快速的 来把他们的步伐所得给移出 包括上市移到所谓的外币账户 然后还有甚至是来买数位货币 可以快速的来完成洗钱 所以提醒大家虽然网银是非常方便 每天都要使用 但是要转账或是要进行相关的操作的时候 一定还是要特别小心 现在有三个网银 那一个是新转 一个是比较常用 可能用在Live Pay或行动支付 网络的便利性加速了网银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即便在办公室里想转账 理财或是看看账户内的资金一线搞定 那故事满瞎的 就是在讲说那网友不小心订了太多锅子被弃单 然后他就要号召他朋友去买那个锅子 我原本要被骗的时候 我妈可能还要跑去银行还要输入 那现场的行员可能会阻止他 就说阿姨你在干嘛 钱转出转入更为容易 不论是脑波太弱 冲动购物 甚至诈骗集团都更有机会渗透 现在网银联动蛮多app 支付型的app 所以对我来讲支付啊 就不用带钱包 不用手上拿一堆东西对我来讲最方便 因为我蛮旺东旺西的 有时候带了手机出门 但没有带钱包 其实蛮困扰 截至2022年底 国人开立数位银行账户的人数是来到1481万人 而全台湾20到69岁的人 是来到1691万人 等于以占比来看高达有88%的人 使用银行数位账户将近九成 正因为使用者众多成为不孝分子下手目标 像是2022年11月在基隆就发生一起诈骗事件 诈骗集团向70岁老父谎称 健保卡遭人冒用 积欠10万多元健保费 要求他将银行存款转至特定账户 依引导老父提高每日最高200万元的约定转账 如此一来 让集团迅速的在两周内 骗光老父上千万元的退休金 除此之外 还有诈骗集团与航员串谋 利用航员权限 拉高人头账户每日的转账额度 从50万元提高到1000至3000万元 快速移出完成洗钱 不法所得高达4亿元 这两年最盛行的就是假投资的诈骗 然后假投资的诈骗 因为他非常需要用到人头账户 然后其实现在的人头账户的用法已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 现在你人头账户要卖 一定要连同你的网络银行的账户一起卖 因为网银他如果绑定约定账号之后 他一次可以赚的金额是非常高的 高达200万到300万之间 任何来历不明的电话或简讯除了多重确认外 对于需要输入账号密码等个人资讯都要留心 你要确认你汇款的对象的账号 跟这个人民是否是你认识的 对 这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 有关这个 不管是透过手机操作网银或者是电脑操作网银 这个电脑的更新 以及防毒程式的更新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透过这个系统的漏洞 然后去自发这个骇客或者是钓鱼简讯等等 这一位不需要零贵办理能自由的独立操作 少了人员把关 让网络银行的转账服务出现重大漏洞 我觉得可能可以在银行 或者是在法定的规定上面 针对于可能调高额度假设比如说超过新台币 50万左右 那可能就要由银行端或者是透过这个机制流程上面 去确认他是一个本人 然后做一个实名的认证 网银出现不法黑洞的原因 正是因为太过便利 或许提高审核机制 更有机会拦阻民众落入诈骗现金 应该银行上面他都有管控 就比如说你要做这个一些比较私密的一些调整 包含一些你的账本 你的贷款的一些陈述等等调整 是事实上要比较高一点层级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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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功名使用 才能避免他成為遭詐的一大黑洞 TV別新聞 許國恆 林亞 南歇單詞 它會報導 好 講到這張片 相信很多觀眾朋友真的都很有感 一定都接過相關的電話 像是林芳宇就說 台灣詐騙真的很多 布蘭恩蕭也說簡訊詐騙 的確講到簡訊詐騙 我們就要講到最近這個簡訊詐騙 真的訊息一直來非常的多 而且裡面其實都是一些很奇怪的連結 如果呢 你點 你收到這樣子的連結 結果不小心點了 這個歹徒就會用假網頁 想要來騙取你的卡號 那他就會搜緊你的資料綁定電子支付 但是我們知道電子支付 其實他是有雙重認證要保護你的 他會寄一個簡訊OTP的密碼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密碼透露給歹徒 或者是輸入進去 歹徒就會成功的爆刷了你的信用卡 所以呢專家也提醒大家 這個簡訊OTP密碼千萬不要給 不要分享給陌生人 要輸入的時候也要小心 不明的連結也千萬不要點 民眾如果收到這樣的資訊 你很容易就會受到這個 一千兩百元回饋的影響 然後你就吸引你 詐騙集團假見外送平台名義 發放一千兩百元優惠券 消費者收到這樣的釣魚簡訊 若一不小心點進去 輸入卡號就會被盜刷 他利用的就是人性的貪婪 你想要多賺這個一千兩百元 而且他的畫面真的看起來 很像是真的是富太大 所以民眾一定要特別小心 收到這種來路不明的簡訊 很有可能都是詐騙的 詐騙集團近期不斷假冒 政府單位大型企業銀行郵局 來傳送假訊息誘騙民眾 通常會附上雲目混珠的短網址 讓人難辨真假 信用卡達人表示 奇怪的簡訊Email都不要點 養成先辨識網址的好習慣 避免掉入陷阱 這個詐騙簡訊 如果他的短網址連結 非常的奇怪 他不是政府的 或者是相關機構的 你就不要去點 再來就是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點進去了 你還是可以看他這個 原始的網址裡面 是不是有點CN結尾的 像這種的話 一定都是詐騙集團 從中國那邊過來的 或者是一些亂碼的部分 你就不要再點了 如果你真的是 不幸點下去的話 請你一定要輸入錯誤的資訊 你輸入錯誤的資訊 居然也可以比如說登入成功 那就代表他絕對是假的 你就不要再理他了 近來簡訊詐騙 盜刷案成倍數增加 受害卡數上看6000件 不少持卡人 是點詐騙簡訊 輸入卡號OTP密碼 隨後發現信用卡 遭綁定Apple Pay Google Pay等行動支付 讓歹徒取得密碼 隨即在海外進行盜刷 收到任何的OTP驗證 你務必看上面的訊息 因為我們常常看到 這個民眾誤以為他是消費 然後他都不看 他就把這個OTP的訊息 給了第三人 實際上上面寫得很清楚 是你在綁定新卡 這個是最關鍵的 所以民眾這個事情一定要做 一定要辦這個網銀的服務 因為我們在網銀的服務上面 其實都會讓你可以即時控卡 所以如果你發現這個消費簡訊 怎麼從凌晨2點3點 你突然發現不對勁 那可能客服你不一定打得到 那你一定要在網銀上面做 臨時的控卡 緊急的控卡 那其實這對民眾都會有幫助 根據刑事局統計 夾帶釣魚連結的詐騙簡訊 在今年第一季一共發生89件 總財損480萬元 銀行業者強調 民眾若將卡號OTP密碼交出去 讓第三人取得信用卡資訊 並完成交易 再向發卡銀行申請爭議賬款 幾乎都會被否決 爭議款的情況是這樣 通常各家銀行的約定書是這樣 如果這個交付這個卡號 就是說你把這個房子的鑰匙給了別人 你把金融卡密碼給了別人 其實這個責任就會是消費者自己要負擔 因為這個缺口是消費者造成 如果不是 就是說消費者在這上面 其實是沒有過失的話 其實他通常會是特電 特約商店或者是銀行來負擔 信用卡稻刷最近有發現 比較大部分是在海外遭到稻刷 然後他們的方式是以Apple Pay的方式 在海外稻刷 這方面就是如果警方偵辦是有困難度 主要是因為金融交易的過程 是在海外 所以我們會需要向海外調取資料 或是向Apple公司調取資料 這個都是比較有困難度的 當民眾被盜刷的時候 比較容易就是要自己去承擔 那個金額這樣子 右上角有一個檢查連結功能 當民眾有人檢舉這個連結 就是可能是可疑連結 然後就可以做一個 就是你貼上去那可疑連結之後 就會做一個警示的動作 陌生雷電便是軟體 就推出了防詐新功能 提供民眾免費檢查連結 杜絕釣魚連結 所帶來的詐騙威脅 警示你說這個比較會有高風險 就是你把那個網址貼上去之後 他幫你做一個檢查檢視 然後甚至說民眾也可以做 反檢舉的動作 他也可以到我們165防騙網 然後像我們做檢舉的動作 然後我們就會做一個 趕快就是屏蔽 然後不會讓其他民眾再做點擊 手機詐騙簡訊層出不窮 令人不堪其擾 民眾務必提高警覺 千萬別上當 以免各自備竊得不償失 TVBS新聞 李偉華 劉彥宣 台北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